占地1200亩 年产能10万吨 联气森林投资的关云白酒 在宿迁开建星际酒厂 10月31日 北京关云科技有限公司 旗下星酒厂关云星际酒厂电机一事 在江苏宿迁四红县双沟镇举行 宿迁市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张明康 四红县县委书记杨云峰 联坤创始人钟杰 联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 关云创始人兼CEO陈振宇 关云合伙人蒋直一 中国白酒工艺大师 白酒国家评委 关云总工霍尔军等人现场出席一事 据了解 关云星际酒厂 坐落于江苏省宿迁十四红县 双沟镇白酒核心产区 规划占地面积约1250 最高年产优至190万吨 并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公开资料显示 关云创立于2015年 是一家科技驱动型的新锐白酒企业 联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曾公开表示 做消费品就是要在红海中寻找岸海 红海验证了市场可行 蓝海确保然市场可为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云星际酒厂 将建设全国首个环形酿酒车间 通过巧妙建立一个圆环式的生产组织格局 从圆环中心的粮仓 到外环教池的距离都相等 使生产操作区域集中化 大幅提高协作效率 并能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改变了传统酒厂大量依赖人力 做重复劳动的现状 作为白酒界的专家代表 袁坤创始人中杰对关云的创新探索 给予了高度肯定 关云源于市场 回到市场 持续改进 勇于创新 关云星际酒厂将传统中国白酒技艺 和现代科技高度结合在一起 这种创新的胆识和精神 是新时代对白酒行业的新需求 将为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 和产业升级做出重要贡献 你怎么因为 这种创新的创新